灾后环境不是这么舒适 大人也许还熬得过 但是很多小孩子抵抗力比较差 真的过得不是很舒服 像是灾区现在要开始着重防疫工作了 因为帐篷里头白天挺闷热的 有时候温度超过30度 加上下雨潮湿 孩子们很容易得到皮肤病 甚至不止个人的皮肤病 还有一种集体传染的病毒性软油 让每个孩子身上都长出了 一颗一颗的小水泡 看了是令人相当不舍 走进帐篷区 这里白天的温度超过30度 相当的闷热 而这地上经常下雨 水气透上来 但闷热环境加上潮湿的空间 使得病菌滋生的相当的快速 病菌多 环境差 加上帐篷区的水源缺乏 小朋友要洗澡很困难 这样是挺难的 病菌留在身体上 孩子们挤在帐篷内睡觉 病菌一个传一个 最后集体感染了病毒性软油 皮肤长出许多颗粒 在这种比较密闭的空间 在家上接触比较频繁 就很容易传开来 守护灾区的孩子 慈激医疗团走进帐篷关心 有时候像濕疹 濕疹那种就是皮肤 皮肤有时候有点轻微的发炎 然后肺痒 主动看诊提供药品 医师在帐篷区把关 防范传染疫情 不舍孩子受病苦 慈激人带来的不只是医疗 还有从心底深处出发的疼惜 大爱新闻 张泽人 药学信尼泊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